祝你健康快樂 我可能摸了他的手 他就覺得很高興 親切溫暖 失智症權威曹問榮醫師 仍曾曹霸 深耕社區多年協助許多家庭 面對失智問題 我覺得曹霸他很親切 對老人家很關心 所以我爸很喜歡來看他 台北也來 我們有很好的醫療的設備 也有醫療的人員 設備好 技術頂尖 像是神經外科醫師陳京城 醫術精湛搶救無數生命 卻始終堅持留在家鄉行醫 一股灑勁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的需要我 我希望能夠回歸給你 因為這是護養我長大的徒弟 提升偏向醫療水準 23年來 這間田中央的大醫院 持續成長茁壯 去年就診人次超過90萬 不含測專科有30個科別 利用特色醫療來帶動 整個醫院的一個成長 所以在這十幾年來 我想關節中心 方便中心 還有放射腫瘤中心 還有現在要成立的微創中心 那還有非常多的七八個 我們正在一直在籌劃中 大齡亮點醫療多 院長賴寧生以免醫療法 治癒數萬名白斑針患者 成績斐然 他在大齡奉獻23年 致力擴展南區醫療網 這個理想2020年實現了 不同等級的病人 在不同的照顧 聯繫長照系統 聯繫我們的醫療志工的一個系統 那這樣子才能夠 橫向面 縱斷面 都能夠很完整的照顧 醫療品質和環保病重 大齡刺激醫院 今年榮獲國家生計醫療品質獎 其實早在2012年 得到WHO國際健康促進醫院 典範獎殊榮 是全球首家得獎醫院 一切以病人為中心 來發展武力 現在23年來 成績毀然 大家都可以見證得到 回首過往 每一步都走得穩健踏實 以人為本 大齡慈願 是有溫度的幸福醫院 我們要樹立醫療人文的典範 不光是在沿佳南 花光花熱 我們全台灣 全世界 成為很多人學習的榜樣